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静 哈喽,大家好 中国跟伊朗教育的区别在哪里? 伊朗跟很多国家一样,我们有两种学校 私立学校和公立的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整个国家都有公立的 而且从幼儿园到大学 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免费的 就是公立学校前面 公立学校全部都是免费的 而且除非你自己想让你的小孩去私立学校 可以非常非常方便在每个城市 在每个地区都找一个公立的学校 就让他去学习,水平也很高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觉得在伊朗教育是非常好的 比较少钱 那中国是怎么样的? 中国的话就是从幼儿园要掏钱的 但是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 学国家会给补助 几乎是免费的 可能是掏一些学本费什么的 但是从高中到大学的话 是要自费的 而且教育还挺高的 大学的话除非学习特别特别好 国家可能有一些奖学金补助什么的话 是免费的 但是大部分来说 几乎是全部的来说是要掏那个学费 男孩好不好在伊朗学了 因为我这个知道 因为像我老公他研究生 还有那个到本科 这个阶段全都是上的私立 那个私立因为工里没考上 但是我那个小姑子那个哈尼燕 他是本科到严京生 他考的比较好 全是免费的 我也是全部是免费的 厉害了 反正伊朗的很多好的学校 有名的像德黑兰大学 我是国民大学学的 对国民大学全部是免费的 进那些大学是有点难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进大学的考试 但是一进大学就是非常的轻松 就要学习好一点 那你们那个啥考大学什么 因为中国的话就是竞争压力比较大 人口比较多嘛技术 然后所以说小孩子要上很多补习班 你们这班小孩子上补习班吗 也有 对 对是吗 对肯定有时从语言或者有很多不同的人 都会让他们的小孩学不同的 但也不是很贵 但中国的话补习班来说还是比较贵的 像我听我小哥子说像伊朗这边补习班上英语的话 一个月可能就是十二节课左右 和人民币差不多两百人民币 就是每次上课一个半小时到两天有十左右 就是很便宜 对是比较便宜的不是很贵 现在我觉得在伊朗这些课最贵的是学中文 那学中文的多吗现在 学中文的现在是比以前多的很 因为我看好多你身边的朋友都会中文的 对现在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中文是特别有意思的 也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多 但是最难 不难你学的特别 我觉得你们波斯语比较难 那个动词我之前了 我现在去学我的第三个语言还是觉得中文更难 那个法语是吧 因为我老师最近也在学习法语 跟法语对比的话 他竟然觉得中文难 我觉得法语好难 法语就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 门是男的 卓子是女的 对因为在法语学习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男的说的跟女的说的话 也不是不一样的 在他们的语言所有的东西都分了 你 所以说 所以啥发生了 那你还是学中文吧 反正总的来说 伊朗的教育整体还是不错的 因为免费了呢 伊朗的教育是非常真的很好 这样的话养一个小孩子的费用不会太多 中国的话现在养一个孩子的费用代价特别大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选择生一个没有钱养啊 你们如果全部上私立的话 一个小孩的话一年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在每一个每一年都会不一样的 从小学到高中 每一个都会不一样的 但是是可以说是从大概五千人民币左右一年 一年那还可以啊 我们那个中国的话 私立学校如果好一点的话 可能二十万多有点 但是我听德黑兰就是一个中国朋友 他的孩子也是混血 然后是在这边上学 差不多是在那个国际学校 德黑兰国际学校 他一年的话可能是两万五左右人民币 然后但是他会学四中语言 对 学一个欧洲的语言 对 如果是想 如果一个父母像中他们的小孩在一个私立学校 学的话 他的选择是特别的多 要看看在哪一个城市 在德黑兰 比如说所读在德黑兰的哪一个部分 要看看像什么样的学校 有一些是有两个三个语言 有一些是还有语言什么这样的课 都会更贵 所以我说的是从最普通的 从最一般的来说是 这群人民币以上 然后他我感觉的孩子 我有见过差不多是八岁 现在中文因为跟父母在一起 讲的比较好 然后跟孩子玩的话波斯语讲的也比较好 然后英语的话 因为他们是全英文授课 然后再加上一个就是学的一个欧洲语言 因为他们这个将来是要送到欧洲去留学的 学了一个法语 这是四门语言 就是无缝切换 就是都讲的特别好 小孩会学特别好 而且我就觉得费用好 就两万五 因为在中国的话 如果学四门语言的话 就是全英文授课的话 我感觉至少要十万人民币开始 有的可能是像他这种教育的话 我感觉应该要到二十万左右 那基本上来说这边在伊朗 这些肺营是比中国要低 真的是更低 而且我发现你们的孩子上学时间特别短 我们自己还是觉得是很多的 都非常累 因为我之前每次的外出三四点左右话 我会看到很多小孩在公园玩 我觉得为什么不上学 然后他们说已经放学了 一天就只剩上午 我们就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开始 然后十二点十二点半就结束了 回家吃个份睡觉 休息一会儿 家庭作业少吗 老师不是的作业 不是很多 中国作业也比较多 而且我们是上午上完 中午回到家休息一下吃吃饭 下午还要再送到学校 没有下午的 除非是一个孩子是有其他语言 什么这样的课 那个也不是每天要去的 大概说每个星期有两天还是三天 两三个小时 我的妈呀 这有点太幸福了 因为之前的话我是很坚定 我女儿将来一定要送到中国去读书的 但是我上次见了几个 就是在这边常住的中国人呢 有的是混血 有的是中国人在这边投资建厂 然后是孩子也在这边读书 但是我发现他们教育的那个程度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学习的程度 因为我之前觉得他们学的上课时间短 然后是补习的其实也没有像中国班那么多 然后我觉得教育这一块不会做的太好 但是去了跟他们孩子接触之后 我发现伊朗教育还真的是不做的 因为我觉得孩子动手能力也比较强 像他们会做一种气球呀 做一些那种小吃呀什么的 对对对对 你们那个是不是教那个动手能力 手工课也会比较多 也有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 因为我们反正在上学的时间不是很长 每一个能力都是在一段时间教的 但是教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虽然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小孩可以学的特别好 那还是挺不错的 我现在有点有意 为了能不能免费的在这边 反正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是上免费的大学 这个是更好的 很多人呢考上大学的可能是因为家庭原因吧 因为大学的费用还是挺高的 就是没有办法去上 在上大学我们的选择是特别多 在伊朗大概可以说每年要考上大学的 大概可以说百分之百都可以去上学的 因为我们人口不多 大学也很多 从国立大学 德惠兰大学 那个沙利福大学 这个德惠兰大学 这个德惠兰大学 开始到那些私立学校 可以选择去哪一个 但是你的考生有学上 但就是学校的好坏 还有功力 与私立之间 这个跟你的 你得到的那个分有关系 要看看你可以考上哪一个大学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可以再重新学习一年 再参加这个考试 但是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 在伊朗每年上大学的女人 女人的比利比男人有多 为什么 我们伊朗的女人很喜欢学习 我感觉是因为伊朗男的要赚钱 娶老婆吧 所以女的女人都可以 请送一遍 可以去学习 因为伊朗男的我记得好像是 那个结婚 虽然办party什么 在伊朗里边是挺贵的 但是伊朗男的不用向中国给彩礼 但是会我发现 给我小公司送一道很贵重的一些首饰 但是离婚协议 离婚在伊朗是太可怕了 是写的很多的 就是可能是中国女性要彩礼 但是伊朗女性不要彩礼 但是会要给到一套特别好的一个金字的首饰 但是离婚的话代价就会比较高了 因为女性结婚的时候要求给50个金币 100个金币 可能有30万人民币 有的多的话可能会写100万人民币 但如果男的想跟这个女的离婚的时候 必须把这些金币什么的 全部都要给到 如果给不到的话可能要坐牢 这是必须给的 这是像一个贷款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伊朗离婚低 跟这个其实对女性的保护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因为对男性的代价比较大 对,男的还是应该好一点 因为他们更重视他们的态度 因为这个贫离结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有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想很多的 有一些人就有一朵花 一本书 只有一个很小的礼物 一个金币 从一个有到1000个金币 这是两个家人 两个家庭或者两个人 他们之间的一个决定 但是我发现百分之99的还是选择要很高的命令 这样是对女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对,因为结婚的时候 他们都是男人都是很开心的 对他说多少几百个金币 他会开开心心的 好的,他也不知道如果要离婚 他会付多少钱 但是离婚的时候 男人必须把那个钱给结清 全部给结清 所以男人还是得一朗对女性比较好 因为是这个原因 男人得去工作赚钱 但是女人还没有这个必要 女人可以上大学更轻松 对像我小姑子是本来是本科毕业了 就没有去读研究生 但是结婚一年之后 觉得在家是太无聊了 然后又重新考了研究生 然后现在还说 如果不是因为有要孩子的计划 可能还要再读一个博士 特别是如果不工作 如果不工作 你一直都要继续学习 嗯,他就说觉得太无聊了 然后去读个书 那就还挺好的 而且读博士的话 在伊朗的话 每个月会给 好像给一些钱 基本上够他们的生活开销了 要看看是哪一个大学 哪一个水平 那个博士毕业肯定会很好的 因为我小姑子说他想考那个博士的那个学校 每个月要给他的一定的生活费什么的 然后就是完全是带心在读 然后这么好 哪里有这么好的情况 等一来读博士是 看一看伊朗这么好 我也是没有想到的这一块 我自己也是在那个 班科毕业的时候 我是我们那个中文系的 哪一年中文系的第一名 然后学校团 我们大学 我们大学 他们自己给我那个 对他们自己给我那个说句的 然后他们说 OK你来免费再继续学习 也不要考虑什么的就来 但是我没去了 没想赚钱 我老师这个财迷 但他真的是一个高材生 特别聪明 你看他的中文就知道 说的很溜 还是工作好呀 工作有钱赚是 就是啊 我觉得还是工作好 对我老师还是挺厉害 因为一个女生本来在伊朗 其实女性整体来说工作还是比较少 但是我老 我老师人家自己赚钱买房 自己买车 然后还帮父母买度假村也有了 改天一行结束 我去你的度假村上转一下 对对对对 我们到那边去就 做烤肉 好好好 哪天有时间了咱们也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老师买的那个度假村 看看爽不爽 600p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更多想了解 关于伊朗的话 可以在评论器里评论 好的 那这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